甜瓜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水果 它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人体有益 但是甜瓜的种植并不容易 它需要充足的阳光 水分和肥料 还要防止病虫害和杂草的侵扰 如果您想在家里种植甜瓜 却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 那么您可以试试利用废弃的塑料袋 来种植巨型甜瓜 这是一种既环保又节省的方法 可以让您在有限的空间内 收获丰硕的果实 首先 您需要准备一些大号的塑料袋 最好是黑色或深色的 因为这样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和热量 您可以使用旧的米袋 面粉袋或者其他包装袋 只要它们没有破洞或者漏水就可以 然后您需要在塑料袋上剪开几个小孔 以便排出多余的水分和气体 接着您需要在塑料袋里 填充一些肥沃的土壤和有机肥料 如鸡粪 牛粪或者堆肥等 您可以根据塑料袋的大小 来调整土壤和肥料的比例 您可以在当地的农业市场或者网上购买甜瓜种子或者苗木 如果您使用种子 那么您需要在每个塑料袋里剥洒三到五粒种子 并用一层薄薄的土壤覆盖它们 如果您使用苗木 那么您需要在每个塑料袋里插入一到两株苗木 并用手轻轻压紧土壤 最后 您需要把塑料袋放在一个阳光充足 通风良好 排水顺畅的地方 并且定期给它们浇水 施肥和除草 您要注意观察甜瓜植株的生长情况 并及时摘除多余的花朵和果实 以保证营养的集中和分配 您还要注意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如果发现有虫子或者病斑 您可以使用一些天然的杀虫剂或者杀菌剂来处理 如洋葱汁 大蒜汁或者石醋等 当甜瓜果实长到足够的大小和重量时 您就可以收获它们了 您可以用手轻轻敲打甜瓜 如果听到清脆的声音 就说明甜瓜已经成熟了 您可以用剪刀或者刀子 把甜瓜从植株上割下来 并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 或者直接切开享用 利用废弃的塑料袋种植巨型甜瓜 是一种既环保又实惠的方法 可以让您在家里享受甜美的果实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节省空间和资源 还可以减少塑料袋的污染和浪费 您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材料和工具 就可以轻松地种植出巨型甜瓜 满足您的口腹之欲 如果您对这种方法感兴趣 不妨试试看吧 也许您会惊喜地发现 原来废弃的塑料袋 也可以变成一种有用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